主席,我举较贊成,因为那个受害人是我的学长,他一生人捱得这么辛苦,其实最不公道就是什么呢? 就是公务员就可以享受那个豁免的优惠,教师因为不是公务员就没有,这个不正常的情况应该早就解决了, 现在他当然很伤,连上属都输慢,也没办法,当然这个不是讨论私人的场合,你为了避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你快速做吧,你做这些真是做实事,我觉得你快速拿来,我一定支持你,我想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也反映了一个官场的问题,因为我可能冒犯了两位,因为你们公务员想起来的时候想不到,跟你们差不多的人, 他们都是有贡献,就是一样都有贡献,如果现在发觉了立刻做,我就非常开心,快点拿来,我不知道我位学长有没有看今天的直播,我想你尽快吧, 其实我想这里没有人会反对,因为教了一世书,而看到旁边的公务员,如果他旁边有一个公务员是火产可以保佑一些公职金,而他自己不行的,的确是非常伤,我觉得只是快点做好 副局长有没有回应,梁国雄对你的支持? 除了多谢之外,也是多谢,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同样有一个差别的问题, 我们也是因为案件将这个问题更加点了出来,我们都会尽快去做, 其实我们的数二法案已经在做,得到委员的支持,我们会尽快提出, 好了,那做快点,副主席 其实政府去做一件事,当然他有责任,所以现在好像招商局那样,我知道招商局那位人大代表, 很多候选人是很高票的,所以招商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行为,在社会社会,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政府去参与这个活动,第一有理据,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就看不到理据了, 其实我反过来说,我们有没有想去招商,我们用教育产业的概念去做教育, 我们有没有想去大陆那里,就是告诉大陆的人,来香港读书有什么好处,有没有的? 有没有这个计划?有没有这个? 副局长 有没有这个招商活动? 主席,如果政府做就没有的,但是各自院校他们自己如果想做一些他们的所谓招商 意思就是… 等副局长答若宣良国议 不好意思 副局长 政府没有的?各自院校就应该有… 没有招商角色 是,就是大陆有没有…大陆政府在各省市有没有做这些招商活动? 就是说… 这个不是招商,是教育来的? 是,是招育活动 招教活动 在大陆有没有呢? 就是有没有说,譬如我们对口,譬如一家廣州市, 有没有廣州市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介绍我们的学校给广州的学生? 副局长,知不知道有没有举办? 是不是?廣州? 主席,据我了解他们是… 就是内地的学生是经过一个… 就是一个他们高考的考试去… 就是他们的学校 我就觉得这个新游 当然未必是你们首创 就是吴克剑 首先做的 两年了 我就觉得这个活动 应该停止了 因为你政府介入去做某一件事 你要有一个责任 你是法人 这个世界最庄严的法人 就叫政府 那你走去介入了 如果你有丑闻 或者你怎么办 政府 不需要做事就不要做 现在 你跟我们说 你要跟其他部门去讲一下 那些学历 等读完书后 做到什么工作 我听到都觉得头疼 为什么呢? 读书不是为份工 这个真的是 但是 我明白那些学生 会很 关心 那些家长很关心 我儿子读完书 可以考到变份工 但这个概念本身是错的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叫他不要做 你的问题就是叫你不要做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就问 到底吴克剑局长在这件事 参与了多深 到底是他 他开始的 还是是孙明洋开始了 他执手了 OK 两个问题 一个不要做 二个就是吴克剑的参与程度 主席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其实这个计划是由今届政府之前已经推行的 所以我想 回答了 第一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明白梁议员一番好意的 就是说 看到政府做起来有这么多问题出现 但是我想我们做整个计划的精神就是 有香港学生会选择去内地读书的了 那么他们会经过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计划 他们会经过一些联招 他们自己去找资料 他们是比较辛苦的 那么我们这个计划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免了他们一些麻烦 也都透过他们不需要再考多一次史 他们利用就是香港文憑考试的成绩 就可以被那些软效录取 整个精神是方便一些学生 令到他们可以更容易去上去 好 多谢副局长 这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你本来无一物 大家拯紧 我听到不知哪位同事 就说你要评一评他 你哪敢评国大学 你真是想不黑剑不干 你评那间A大学说他不够水准 A大学那个党委书记就来 他就会说 这个是什么不黑剑 说我的东西不行 浪费时间 我说你为什么要有几年呢 就是拖 你够不够胆评大学说他不够学术水准 当然不够胆了浪费时间 我再一次请求你两位朝廷名官 你和吴克健不要搞这件事 是做不到的 你够不够胆评 你凭什么去评别人呢 你就是有第五十五间 那间叫做 喂我们不请他做事的 他不够水准 你是不是撩鬼拿命先 无谓了 你好然拒绝了大陆的人就可以了 真是没有意思的这件事 我一定出事 我做不做立法会议 我不知道你继续搞下去一定出事 你又说不到话的 你够不够说华南理工不行 我家理工不行 立刻反台 大公报、文匯报都出社论 什么事啊 现在你 一国两制 一国大于两制 不好玩 是没可能搞的 我真的很直率地说 是吧 就是做一届就算了 你和我私人转答给吴克健 即是局长你真的不要做 好局长 简单回应和文匯会转答 好局长是关心所有议员对教育士的看法的 所以我们一定会如实向局长反映 为何成为小组呢 就是看看他做得成不成功 因为你要政府不做某一样东西 那又是理据的 如果不是就说我们没有理据 其实我觉得融合教育呢 这个问题就和所有政府的施政都一样 就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即是国际有什么是 有些公约或者新的文件呢 看完之后官员就要做 但是做的时候就不给钱 又没有政策 因为私之不足就是 即是没有政策 没有钱的嘛 那这个先生 都学不懂那么多东西 那你就不停地推一些不同类别的 这个特殊的学生进去 那就搞不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组的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看看 你现在做了这么久 你的先度计划成功 一就是上天堂就可以 落地下就不行了 上天就上了 落地下就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组 可能是很快的 就是说你要看回去 如果你再不给资源不做事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将大量的学生 推进去那些政规教育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呢 就适得其快 我就赞成一个小组了 立即搞定 就怎么办 就好 也许无论 是内部交往的 沙特事